太爛,就Synthesk,有時候拍久的記憶卡就會變慢 那它可能就會掉格,那也不是攝影機的問題 它也會告訴你掉格,那你就換一張記憶卡 記憶卡跟電池都比這台攝影機快要快壞掉 所以我這樣,所以我帶了這些 所以我這樣帶著我的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就是這樣上山下海,環遊世界從高溫到低溫到像台灣這種超級濕的環境 或是國外很乾很乾的環境,這樣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就完全沒有說攝影機怎麼樣 忽然就關機嗎?或者是怎麼樣過熱這種問題 因為它有內建風扇也不會有這種問題 你只要給它電,給它記憶卡 那電池跟記憶卡可能還比相機快壞掉 就真的,記憶卡有時候就是錄久了 它會越變越慢嘛 那你就可能就需要去換記憶卡這樣子 那攝影機本體是沒有問題的 它也會告訴你說,這記憶卡變慢 它就掉格給你看 但攝影機本體沒有問題 你只要有給它電,有給它記憶卡 它就一直拍下去 就有點像Ari這樣子,很耐操啦 那可能是我也很愛護我的攝影機吧 那那些插孔啊,HDMI啊,電源啊都沒有被插爛 那別人可能就是比較暴力嘛 那那些插孔可能像是那個電源輸入的 它們就凹到,然後變成可能電源輸入就沒有辦法輸入 但我的就是都放在吐龍上面啊 所以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的那些插孔 把插孔都有一些插孔 感谢观看 最后结论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摄影机像是动态范围那些 我觉得都不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我觉得现在的摄影机 就最近这十年的摄影机都不会烂到哪里去 就它的动态范围 再多那一档半档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什么差 你只要好好的控制你光线 像是我们这样一个环境拍摄 有光线 你控制好你的光线 我现在用GoPro这样子拍 看起来也颇棒了 那没有什么大问题 小小的相机都可以拍出好影响 你的iPhone都可以拍出这么好的东西 那你的摄影机 我觉得你也不太需要去 一直去更新那种商人 再告诉你说 啊我的对焦又变多快多准 然后多哇塞颜色变更棒 然后我的又多了什么风格档 那个log档给你加上去 slog什么clog各种的log档 然后你又要在那里套什么神奇的lot 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反正你用了一个很基本的相机 你也是可以拍出好影响的 我觉得那些商人也不知道在 就是他们要卖东西嘛 他们也只能让你 哇好像很厉害拍拍手 我好像买那一台相机哦 那我就花钱买这样子 你如果要买新相机 那你如果已经拥有一个旧相机 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你去看一下它的广告 你就是假设你现在有Sony A7S3嘛 那你可以去看你有A7之类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一个A7的广告 很旧很旧相机的 你就再重新看一下它的广告 你会觉得哇塞 好棒哦那台相机 哦我现在拥有这台相机好棒哦 这样子的感觉 自己催眠自己 但其实你的摄影机是真的很棒的 那你那些到底有没有需要用到呢 我觉得 没有 我不会用到那些东西 那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也没有发挥到 这台4K摄影机的极限 我现在都拍12比1 根本就还没有发挥到 这台摄影机的极限 我觉得就已经超级无敌棒了 那你如果再把它插更好的卡 然后我录跟大家的档案 那真的是可以发挥更多的东西 我照那个影像的照点跟细节 那些我都可以保留更完整 那我可以做的事情就真的超级无敌多 这只是它可能70% 80%的一个效能而已 那我根本还没有发挥到它的极限 对啦我 我 我买这台新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很懒啦 所以我买这台新的摄影机 因为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装 那我如果之前你要一直从兔笼上面拿下来 然后再装回去真的是有点麻烦 因为上面锁下面锁 然后还有一些配件你需要去调整 有点麻烦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一台新的摄影机 这台就是直接完全什么都没有 我随身随时想要拍 我可以轻松的就一只手就可以去拍一声 那这个就是整个都架起来 那像是电源供电的系统 我觉得也很棒 就是我可以里面加一颗电池 就不用假电的方式 就是外挂一颗电池 那它永远就是一直冲 我里面的这颗LP16电池 所以我如果外面这颗电池断电了 我其实还有一个备用电池在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完全不断电的系统 真的是超赞 然后像是全尺寸的HDMI 然后我可以接我的荧幕跟图传 这样子跟交系统整个加起来 真的是很好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棒的投资 那我也继续投资在这个上面 真的是 我觉得再过这些年来 如果我持续使用手动对焦的话 就手动对焦基本功 就是有这个能力 那我这些相机就不会被淘汰 就很棒 继续拍吧 开心拍 好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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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